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勇斗歹徒富商的女英雄 这件事情在当时成为了轰动长沙的大新闻 今年9月份 中央文明办发布中国好人榜 丈夫谢海华荣登榜上 那么28年间 这一对患难夫妻的身上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又是什么让他们夫妻俩双双获得中国好人的殊荣呢 在当地的敬老院门口 我们见到了丈夫谢海华 她说自己和妻子 赤住都在敬老院 现在她在这里负责门卫的工作 这里就是谢海华工作的门卫室 平时她在这里负责登记 院里老人们的出境情况 还要通过监控 看护老人们的安全 谢海华今年52岁 很多同龄人这几十年都外出打工赚钱 而她这辈子几乎没出过远门 在敬老院做门卫 一个月两千多工资 最主要也是为了方便照顾妻子 那你怎么会找到他呀 我就是 我也不知道找到他 这是找到他 提及妻子谢方 这个年过五旬的男人 一脸幸福的笑容 如同情斗初开的大男孩 这对中国好人出其身上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此时的谢海华带我们一起去自己和妻子 在敬老院的住处 我们就去找一个房间 你们就住这样一个房间是吧 这一个房间 这是 一进门我们就见到了妻子谢方 今年51岁的她笑容灿烂 由于瘫痪在床多年 谢方如今只有六十多斤 显得格外瘦小 谢方全身瘫痪 这二十八年来 都是靠丈夫日夜照料 她夸丈夫体贴细腻 谢海华只是憨厚一笑 当地政府特殊照顾 让谢方免费吃住在敬老院 还特意安排了一楼的房间 卫生间有马桶 但是谢方跨关节严重变形 只能坐丈夫自备的椅子和桶子 解决如厕的问题 上厕所都是靠丈夫抱进抱出 端屎端尿 丈夫高挑帅气 妻子身材瘦小还有残疾 两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婚姻模式 又是什么 让丈夫照顾妻子二十八年 不离不弃 此时临近中午 谢海华推着轮椅和妻子一起进了食堂 今天也来了不少义工 大家慕眉而来 看望这对中国好人的明星夫妻 得知午餐吃饺子 谢海华也主动要求给妻子 亲手做几个饺子 我把这个饺子给你饺子 你会饺子吗 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吧 你呢 我包过 包过 包得比好了是吧 是咯 就很少包饺子 现在没包过 基本上 你先包过来 也许我在家里很 好喜欢搞吃了 因为我是发年里的 可能很喜欢搞吃的 谢海华十分认真 谢芳在一旁指点丈夫 她说自己年轻时 在饭店工作过 自己会做很多拿手的小吃 包饺子更是能手 可惜现在 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做的饺子肯定好条了 中间这一排是老公帮你做的饺子 这几位还做的可以 要表扰一下是吧 你觉得是这个做的特别好 这个呢 这两个饺子你给它评价挺高的 这个把它好 也把它不好 谢芳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会全身瘫痪 手部严重扭矩变形 而更难得的是 尽管遭受了生活的磨难 但夫妻俩在一起 总是笑容格外甜蜜 这么好人 这人羡慕情笔金尖 我就觉得真的 然后他先生很温柔体贴的感觉 就对两口子特别好 很细索照顾 多难得这样子还保留着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然后他们在这里生活的也蛮幸福的 刚才我感到他们 大家都夸谢芳皮肤好 虽然51岁了 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 而这一切都是丈夫的功劳 使谢海华28年的悉心照顾 才让妻子心态年轻 荣光焕发 就在这时 有不少人慕名过来 和夫妻俩合影留念 谢海华夫妻俩 是长沙唯一一对 双双被评为中国好人的夫妻 丈夫不离不弃 照顾瘫痪妻子28年 今年凭上中国好人 而妻子谢芳 还早在丈夫之前 就获得了中国好人的殊荣 在谢芳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 让丈夫几十年如一日 照顾瘫痪妻子 无怨无悔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你看这个是当年的报纸 你看这个 当年来到 金载女人行 这个还在 这些小女子 经营为深圳九道 把你月月十号的报纸 长沙晚报报道的 这个是 浴血禽魔 这些都是曾经报道过谢芳的报纸 报道称 谢芳为女英雄 88年2月10号 当年长沙晚报 更是以浴血禽魔为题 报道了谢芳的事迹 而谢芳也正是因当年的意外事件 而严重受伤 提及妻子当年的应勇 谢海华显得尤为自豪 他说妻子是自己心中的英雄 值得自己一辈子学习 谢芳当年勤贼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受伤如此严重 88年的冬夜 到底发生了什么 88年2月7日 年生 年三年左右 我在 金文字军之路 万年高跟 就是在烧血当中 一个千里边 在后面 全国把全国都撤坏了 把他撤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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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撤坏里面 反过来之后 因为是 因为有劲就好 当我发现有声音就好 喊是 最大一个 他直接在我身上 撤坏了 把他撤坏了 然后撤坏了 然后撤坏了 就 身上的麻烦一份 都 出来了 收拾 麻烦一份 都是 喝得去 1988年 年仅18岁的谢芳 在长沙景丸子一家 叫君子乐的饭店 做服务员 2月7号 寒冬凌晨2点 当时睡在 饭店大堂的谢芳 睡梦中 被异想惊醒 意识到 是窃贼入室 他大声呼叫 被窃贼 用错刀猛戳 就在这时 听到巨大的声响 隔壁房间的老板 和老板娘 也闻讯赶来 意外 再次发生 他自己撤老板娘 但是我就 一扑过 就跟着手 就抓了心机 手抓了心机 我就抓了 就被撤坏了 这样子 然后老板 一看着 进去目标 他又 保护我 保护我的 就放在 我自己 我也自己 找老板 搓 老板 这里 比较 都搓了 金都没了 我就 就一丝 丝丝的抓 叫救命 救命 好 在这种情况下 日下 就开门了 想外面 我生救救了 窃贼 窃贼 对着赶来的 两人猛刺 为了保护老板 一家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谢方不顾 自己流血的伤口 一跃下床 死死拖住窃贼 窃贼又用错刀 对着谢方猛刺 谢方的整个手掌 就是在当时 为了保护别人 而被刀戳穿 在找准机会后 谢方忍痛打开店门 大声呼救 我不顾一切 就死死地抓着 放这份 叫喊救命了 经过一段落 已经拗到 我还是去个开门了 因为开门的 这份的自己 就要抓着我不发 要自己在我身上戳 已经就出了救命 出了救命了 我还是把门打开了 站在外面喊大声了 我叫救命 附近巡逻的公安人员 听到呼救后 迅速赶到 将窃贼制服 身受重伤的老板娘 和身中九刀的谢方 也被送往医院 紧急抢救 两人捡回了一条命 老板因伤事过重 送医途中 不幸身亡 我们不敢想象 在自己的生命安全 遭到威胁的时候 18岁的年轻姑娘谢方 有着怎样的勇气 和歹徒进行殊死搏斗 即使身中九刀 也毫不畏惧 谢方是不折不扣的女英雄 她的英勇事迹 让人动容和钦佩 也正是因为这一份坚韧和勇敢 谢方在2012年 荣登中国好人榜 当选建议勇为好人 提及妻子的勇敢 丈夫谢海华十分自豪 而我们了解到 事发时 谢方和丈夫并不认识 那这两个人 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恋爱过往 前年 2月14日前年结婚 我们也那么一回下午一回 这个是老公送的情人节礼物吧 是一个分量还挺成的镯子是吧 是的 这是银镯子 银镯子 第一个很牛啊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镯子怎么是放盒子里没有弹呢 手变形了 它大概上面好像五十英 有事也好 你笑就留下来了 就要治好 它就折个后子里 保着 就整过你 这个银镯子 是丈夫送给谢方的情人节礼物 虽然现在手部变形严重 手腕没力气 撑起这个镯子的分量 但眼前的定情信物 依然让谢方真爱有加 其实他的还是 我们还是喜欢 那么你现在跟着实在咋的 都是想 放着平衡 而且也要扫着 带一下 他想要我 要是冷到帮你帮他 要我带 带一个家里 他说你那时候还没结婚 我给你带一下 带一下你 搭粉 搭口粉 现在我给你搞一个可以吗 谢方保持着一颗少女心 特别爱浪漫 丈夫谢海华除了送给她手镯 还要给谢方买口红 项链 各种化妆品 被谢方害羞地回绝了 夫妻两人到底怎么认识 又有怎样的恋爱故事呢 谢海华当兵退伍回到老家 在当地开了一间小理发店 谢方勇斗歹徒负伤后 成了当时轰动长沙一时的大新闻 得知邻村这位女英雄的事迹 谢海华十分仰慕 有人做媒把谢方介绍给了谢海华 见到谢方拥后 谢海华把美丽的姑娘 视为心中的女英雄 开始猛烈地追求 当时就是还是 夏里还是看电影 过去过程看电影 都是接着看电影 都是接着生 阿仙就是 阿仙地区就 阿仙我们要结婚吧 你家人会扎过你一辈子的 当时谢方腿部肌肉 没有萎缩这么厉害 还可以行走 谢海华约谢方看了一场露天电影 铁道游击队 三场后就向谢方求婚了 仅仅花了几毛钱电影票 就把心目中的女英雄取回了家 婚后不久儿子降生 谢方也并发了 最终因见义勇为 而落下了四肢残疾 从此谢海华背着他跋山涉水 四处寻衣问药 后面就是我 找着的板子部 带着屁股后面 这里就是还有白米 这个有个大腿子 就放衣服 有时的带小孩去 那时还是两岁多不 两岁多 你这个结果就白小孩 这个结果就白米 那这 那那一传影片呢 衣服就好 过文标本了 就把他刮得好 啊 这 根本又不敢写好的 真的是 那这事是哈喽 二三十年前交通还十分闭塞 丈夫每次带西方看病 都要转乘很多趟车 走上十多里路 当时谢海华背着妻子 带着孩子 扛着大米和过碗瓢盆 足足要走五六里路 才能找到车站 一个人空手走上这么远都辛苦 更何况 谢海华身上还要负重一百多斤 每次看到丈夫累得全身大喊淋漓 谢方说不出的感动 第二天 儿子儿媳从外地打工 回了老家 想接父母回去住 要回家了还高兴吗 高兴 现在大媳妇生了在屋里 他叫谢西龙 是谢海华夫妻俩的独子 直到父母要回家 他早早守候在了家门口迎接 这幢两层的小楼 就是夫妻俩的家 谢海华说 平时他和妻子就住在这个房间 这张床就是两人的婚床 因为床铺太高 瘫痪的妻子上下床经常摔倒 细心的丈夫 特意把床脚拒挨了一大截 这个瓶高了 这张床铺太高了 就是 你学习个字 对 最好 快点快点快点来 我一般不去过 现在我都没想在外面 这时这时的去那忙活的 因为他忙着你找我 就在学个不行 谢方摔在地上起不来 只能喊丈夫 这时的谢海华不论在做什么 总是会第一时间跑到妻子跟前 他太想保护自己的女英雄了 现在这个柜子也是我们结婚的 现在都是三十多年了 这是结婚的时候的这种老式的柜子是吧 我看到上面还有这个喜字 还有这个喜字 还应该上面写 却也写字 对对 谢海华说 为了迎娶女英雄为家 他打了当时最好的一套家具 在村里搭棚子 办了二十多桌酒席 还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给女英雄谢方和自己送上了婚礼祝福 当时现场非常热闹 结婚的当天又是穿着那一套衣服 那时我也是想来帮我帮你 这姑娘说 那时候还是感慕名而来 那时候还是感慕名而来 那时候还感慕名而来 那时候还感慕名而来 当然可爱的 但他一直都受要 结婚的当天 你还是另外一个洋气的新娘 那时候一直生豆花 那豆花 第一次豆花是这么神 找个彬子 长头发 找个彬子 老婆漂亮吗 那时候漂亮 有多漂亮 比一般的都漂亮 这个地方都是她一个人最漂亮 娶了个美人回来了 对 都别娶了个美人 眼睛 结婚时 谢芳一头雾黑的长发 穿着当年最流行的健美裤蝙蝠衫 化了妆擦了口红 还带着当时最洋气的塑料珍珠项链 而谢海华则穿着军装 两人在几百人的喝彩声中 喝下了幸福的娇杯酒 只可惜好景不长 婚后一年 谢芳就旧疾复发了 一年 又是活年子 哎 当时是求着好高兴 好幸福你 当时 起着回兴起来 这时不看回兽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真正的 人 好像是有树子的 有动不得 因为人家学 你树子都进去 然后这树子进去 你动也动不得 好像是熟悉了 准备的 又是他 都是老子的 你都辛苦了 回来想 想吃一杯茶凉 我刚刚呢 多一杯雪 要是有点小毛病了 或者干嘛了 可能照顾他 干嘛了又是身体不虚 我真虚了 就躺躺着觉上休息 没办法了 还要做事 还要搞房间公司 习上了 都要人高一步人高了 其实你们还是挺有遗憾的 觉得没有做到一个 其他的一个责任 帮不了丈夫 但是 外现那种事 这些困难做的 那一年 你学校的公司 还是美好的 那还是迷迷忘不掉的 就是感到好自豪 得好高兴的 特别人这个样子吗 其实当时也想 给老公泡杯茶 帮家里扫一遍 你怎么这么的 就是他 因为我们人生的 要准天准菜 就是都会一个人高 擦天呢 搬屋呢 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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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人 背着老板腾呢 饮了才一句 一个人 要上四楼 都上四楼 来回上四楼 一个人高 其人活不来了 人手不及也活不来了 张家世是几十年 你挺心疼年前这个男人的 就是我 谢方病得越来越严重 二十八年来 谢海华既当爹又当妈 把孩子抚养成人 没有妻子帮忙手 农忙时 谢海华一个人插田伴合 背着重重的大桶子 躺着柴油机 来来回回走好几趟 干完活回来 中暑了还不能躺着休息 还得要给瘫痪的妻子做饭 谢方心疼丈夫 也只能无奈地 坐在一旁干着急 这个确实以前都是 比较幸福比较赖给我 看着我这样的 都不要我去干的 那不是去想去做地方 就是我自己找过 我和你 做不好 你只得好这 这努力真的是 你哪个 要是没有他做蛋了 那咱也 一早也不 不可能有没有他 我 你得得 亲生 几次他都是他 真是缺悟 真是 可以整个整个 再好就再好 整个 一直会越来越好 整个事不离不弃了 一次 一生也 尽量 尽量都 带给我 找给我 我 爱情就是 年年相复相识了 尽真心了 尽一颗心 尽安来 生病一切 尽安 人都得到幸福 在这就是 尽真心尽一顿安来 有苦了 有苦现在的伴着 有苦现在的照顾 我就是一顿安 不堪病痛折磨 也不忍再拖累丈夫的谢芳 曾几度轻生 是谢海华苦口婆心劝说 才让谢芳解开了心结 我们发现在谈话过程中 谢海华一直紧紧抓着妻子的手不放 这样细小的举动 更流露出了这个男人 28年来对自己心中女英雄的疼爱 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后 夫妻俩也越来越觉得 真爱就是要相互扶持 就在这时 谢海华突然拉我们到一旁的厨房 做饭的 做饭的 它就是感觉里面做饭 到那个半门了 面是锅里面翻口干 锅里面翻过来 那个厨梅杂 把它冻在厨梅杂上面 大家就忙着这个炒 这个炒 忙着煮 它那时候冰淇淋已经很严重了吗 那时候我熟了已经比心大 熟了 即使地码得离 金山了 不过这个锅层子 就跌得离开的 我呢有时候也跌得离开的 嗯 那个时候 就是了 我以前是干 它是干的板凳 这个板凳呢 就靠这两条板凳 它都是这样 这个板凳呢 就是这样 这是 需要慢慢的 这是 慢慢的 原来当时的谢芳已经无法行走了 为了让在外辛苦劳作回来的丈夫 有口热饭 她要花了半个小时 用两条板凳 艰难地挪到厨房 因为手不残疾 锅铲拿不稳 碗筷也经常打碎一地 做顿饭 要花上三四个小时 甚至更巧 就是谢芳曾经为丈夫这样真心付出 也让谢海华下定决心 这辈子 都要对这个女人 不离不弃 对这个女人 是 还有 辈子 这样 是 她 是 老公 外婆的接触怎么样啊? 可以啊,可以啊,而且 以前是经商,那是招吧,都是这样的 平平是这样的,招吧 然后,忙不容易 都要找人家去招的 还是不行的 谢哥,你每天这样帮他按,累不累啊? 你手有一点累 累,但也得,也得按啊 按一下也好一点啊 按一下它就舒展了,就是会舒服一点 那每天这样子帮忙按的话,你也吃不消呢? 嗯,有时候也吃不消的 这个手,手留的绝食 手特别累是吧,要用这个 对,对,对 这个脚趾也变形了 谢方关节炎非常严重 不按摩就有可能瘫痪在床 无论多忙,谢海华每天坚持帮妻子按摩两次 这样重复的动作,她坚持了28年 坚持了整整2万多次 现在两人的儿子也已经为人之父了 对于父母的爱情和经历 儿子谢熙龙又是怎样的心态 五六岁吧,昨天吧 五六岁,就开始做家务 七八岁就是擦天 七八岁就开始下地了 但是就我跟我爸两个人去收歌 五六岁的时候做些什么家务 做饭啊,洗衣服啊,就行啊 我长这么大的二十多了 从我爸身上也学会了另外一点 一个男人当当,真的 我要想一想真的 如果是换别人来做的话 可能就不会照顾我买了这么久长的时间 但是我爸上面有个男人当当 真的,哎,所以说我就想 哎呀,我在上面 虽然是生活,就是很普通 但是这个感情啊,这个精神上面都学在很多 就是一直在学校里啊,社会上面也是很多学不到的 母亲瘫痪,父亲辛苦劳累 让儿子看在眼里 五六岁时,他人还没照抬高 就踩在小板凳上,帮着给母亲做饭 七八岁时,他就扛着锄头 跟父亲一起下地干农活 父亲教会了他生活的技能 更教会了他,怎样对婚姻忠诚 如何去为家,责任担当 你觉得,因为两个爸爸妈妈都是中国好人 那你的压力大不大? 说大嘛,其实也不大 说不大嘛,还是有大的 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压力大 其实按照平常的心理去走 这个东西是,按正常去走 不大嘛,你也做得比这个,做得好 这个也大的 谢海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他给谢家定下了勇敢坚毅 相爱相持八个字的家训 他要儿子传承母亲英勇勤贼的勇敢 也要在生活中和家人相互扶持 如今父母双双被评为了中国好人 儿子谢西龙坦言很自豪 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要做得比父母更好 丈夫谢海华当过兵 她以军人的胸怀和对女英雄的仰慕 不顾家人的反对 勇敢地和谢方走到了一起 谢方负伤后患上了肌肉萎缩症 身体日益萎缩变形 还有严重的并发症 多次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她不堪长期被病痛折磨 也不愿意拖累丈夫 曾经有过几次轻生的念头 是丈夫悉心开导 才让她慢慢地解开了心结 谢海华照顾瘫痪妻子的感人事迹 被广为知晓 今年九月份 她荣登中国好人榜 或凭孝老爱亲好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厄运再次来袭 这怎么了 怎么到医院里来了 老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是个医院 这个斗子里面很痛 这么厉害 现在我也讲不清楚 几天前谢方腹痛男人 被丈夫紧急送往了医院 在病房 我们见到了谢方 病痛的折磨 让她又憔悴了不少 一头很硬很硬的 当时我还以为 这是刀口的问题 刀口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印子 这是当时的刀口的印子 这是刀口的印子 但是我以为是跟着刀口有问题 谢方腾痛的部位 恰好是二十多年前 是不是妻子旧伤复发了 可以活动 但是没有这个公平性了 她现在没有这个理的 拿东西东西都不行了 这已经远复了 怎么学是 这了时候说你 啊呢 又要长爹 又要长娘奈 lot小孩子 这不知道 不够花火 我的妈妈 都不嫌疼 出事明知道 只能一个人 赢了赢了赢了白兔 你的气氛 哪是胡闹 娱要大支付啊 还弄我们syARE transplee 那就是罵的方法 生我手癖 我只病疼了 也手癖 他生癮他要癮了 我疼起來真是無法 一直看得我超受不臭的 我做老公的事也認識得硬 我做老公的事也認識得硬 也罵得什麼的感覺脫了 當年謝方失血過多 身體一直十分虛弱 看著心目中的女英雄 被病痛折磨的憔悴模樣 謝海华十分心疼 感到他這個痛苦 就是我自己做丈夫的事 自己感到心疼 他現在這個病的 媽媽死了 也感到很嚴重 他一痛苦的 有時候也罵他做什麼事 醫生診斷謝方的胃裏 長得囊腫 需要切片化验 必要時還要手術 而因為癱瘓多年 謝方的髖關節和膝關節 也已經壞死 需要多次手術 才能維持現在的康復情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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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威城市 是豆腐真的 行個小女的 行個小女的 跟著跟著 嗯 跟豆腐啊 哎呦 痛痛痛 眼睛挺安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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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妻子熟睡休息时 谢海华静静地坐在了医院的走廊里 照顾瘫患的妻子28年 这个男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可不论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这个男人在妻子面前总是笑脸相迎 关怀悲致 而所有的烦恼和压力 他都通通一个人承受 经过治疗 谢方的病情有所缓解 暂时可以出院了 给妻子谢方理发 是谢海华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这次生病 谢方憔悴不少 他想给妻子 剪个精神一点的新发型 还可以包 老公你看 年轻的一岁了 一对夫妻 两位中国好人 妻子谢方勇敢了一次 浴血勤贼身中酒刀 毫无畏惧 丈夫谢海华却勇敢了一辈子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春风话雨 温暖守护着这位女英雄 他们的爱很平凡 却让人感动 谢海华爱上了一个好人 自己也成了一个好人 二十八年的朝夕相处 点滴呵护 现在的她 也成了女英雄心目中的 真心英雄 长沙牙子爱上女英雄 这一爱就爱了二十八年 真正的爱情 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生死相许 而是在平凡的婚姻生活中 春风话雨 相互扶持 谢方当年浴血勤贼的勇敢 书写了自己人生的礼赞 而谢海华爱上一个勇敢的好人 自己也成了一个好人 她用自己最好的二十八年时光 照顾着瘫痪的妻子 虽然只是做着平凡普通的家庭琐事 但她成为了妻子心中真正的英雄 她同样也是我们生活中的英雄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为谢海华夫妻的好人好事点赞 为所有中国好人点赞 也希望这样的美德和正能量 能够继续传播下去温暖人心 欢迎回到由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否人恶交》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寻情记》 《寻情记》 李宗盛 《寻情记》 《寻情记》 《寻情关注》 《寻情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